陈炳顺和吴柳营 一个来自槟城 一个则是来自马六甲 而两州的首席部长 今天都分别表示 一旦两人夺金 将会给予重赏 冰州首长林冠英先是宣布 州政府将会给予身为 槟城人的陈炳顺 十万令吉奖励 而如果他赢的金牌 就会增加奖赏 而甲州首席部长 杜兹斯里伊德里斯 随后也表示 甲州政府奖励吴柳营的同时 也不会忘了陈炳顺 因为单靠一个人的力量 是不可能胜利的 伊德里斯强调 混双球员是以一个团队出赛 如果胜利了 就应该获得同样的奖赏 才能够起着激励的作用